我們大概示範一下 汽車烤漆牛硬化機 這就是按照你的 你就這樣把它攪拌 自然氣動式的 空壓機啦 你看是不是慢慢漂亮起來啦 你看是不是 噴出來是不是很好噴 是不是都變新的啊 對不對 還想變新的啊 有沒有變新的呢 來喔 再想得人有全力去匹配 薄薄的噴 噴厚一點 好不好 你電腦已經 流汗到旁邊這裡休息一下 然後最基礎的 精油 硬化劑 二瓶箱一組 西四季我是覺得這是必要的 有金嗎 好 我來這次保養學 保養學要來驗收 這台牛車有沒有 昨天噴完的那個漆 因為他這個齁 他這個頭身 我們用這個懶人式修護法有沒有 修護後的時候 他這個毛細孔 他有修化 要怎麼說 就是比較神 所以這個正常 你如果要修化要噴兩次 有沒有 第一次了的時候 你還要第二次噴那麼厚 噴一下 稍微 不理要拉去 給我太新起來了 這邊 還有 有灰塵的部分 我們沒有把它清掉 你看 有漂亮嗎 如果真的要用的 你就是要全面把它吐掉 全面吐掉的時候 這邊你看噴得夠厚的話 這邊就非常漂亮 這也說真的 差不多幾年以前 先噴一噴才會贏 對不對 你看看這個 這就是 金油它也是會變色的 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的證據 這台噴得最漂亮 不過這個後來 後來這裡 我心裡想要 我有去用那個芯 你知道嗎 用那個 用那個擦水 你知道嗎 用那個擦水把它弄好之後 它這邊就非常光滑 鳥車 這鳥車是說真的 把我們當成這樣 南北奔波 這後面有 你看後面這些青菜噴噴 很漂亮 有沒有看到 還在這裡 你看 這個 這個 這就要噴得比較厚 你看 所以這金油會吃下去 所以正常 你金油在噴 在補救 你要薄薄的噴 要噴好一點 你看 這個你看 有沒有 所以我們平衡學 以前在經理 你用我在經理車 有不理要辣去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噴噴 碰碰 碰碰 在當中 怎麼轉整隻上去 一定不理要辣去 你知道嗎 呵呵 這家叫做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我說這台車 他本身會熟 本身會熟 本身會熟 才會穿這樣 所以這也是白東學 男人修復法 男人修復法的證據 我看這轉得最漂亮 這是農便做的 好了 大概就是 這樣子 拍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這真的是不理要辣去的 隔天之後補舊的眼鏽 這最漂亮 所以這個 原地副的時候 他那個什麼 調合劑 插水的部分 你也是要去調印 你如果有橘皮 就是太高了 你知道嗎 它噴出去 沒有辦法直接就誤化了 你看這裡有的 這裡有永遠 這裡有非常之讚 你看這裡修好料 麻糬麻糬 這個就沒有麻了 對不對 唉 鳥仔車 鳥仔車真的 不理要拉手 噴得真漂亮 好 所以這家叫做 鳥仔車好不好 噴完烤漆之後 驗收畫面 分享給大家 反正是說 頂一隻到後一隻要接觸 但是因為它還單一單 基本上隔天 一天的話 它就全乾了 所以這個大碗烤漆的部分 能烤漆 你要說要局部的去修改 噴補的話 我個人測試過還蠻好用的 下單為止 排用水在影片下方 謝謝大家 拜拜 大碗烤漆要在哪裡買 影片網址點進去 輸入折扣碼 東西非常多 只有讚而已 教室影片在這邊 下單為止 直播同學 謝謝